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于今天到彰化县进行考察 由交通部长李孟燕带领交通团队亲自陪同交通委员进行考察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会 由交通委员立法委员李昆泽邀请 立委陈素月 立委谢一凤 田中镇长萧淑芬及高铁彰化站长李元毕等人 视察田中镇交通建设 王惠美把握机会争取彰化县急迫性的停车场新建工程案 及台76线普新交流道至圆林30米元 到北侧延伸至县道137线道路新替工程等二大专案 以改善交通建设造福更多乡亲 我想彰化的高铁站 就是未来发展有非常好的潜力 7月1号高铁就会再增班15班 对于增加在彰化高铁站的运量运能 我想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也特别应委员的邀请 来了解高铁站跟田中火车站之间的田中支线的进度 那顺利的话在今年的年底 迁徙工程就会来办理花包 那如果整个完成我想对于彰化的民众 搭乘台铁来接驳高铁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也很多这个观光客要搭乘积极极支线 到南投到日月台观光游览 也可以利用这个高铁未来的这个支线完成之后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无缝接轨的一个完成搭乘大众运输的一个观光的游程 我想非常值得来推动跟推广 有时候是如果能够增加班次房对于大家搭乘的意愿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周边的产业 譬如说像这边的科学园区 还有相关的产业 怎么样也能够增加它的就业 它的相关的产业的产情 我想对整个高铁站的这个搭乘的人口 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我们希望往后都朝这个方向来推动 接着陈委员 谢委员安排我们交通部长 来到我们彰化做考询查 那第一个地方是到我们的田中高铁站这边 那最主要在这边有一个田中的这个 啊 台铁的一个这个支线工程 就是要把我们的高铁跟田中的这个台铁 来做一个连线 接着就引进我们的极极的一个这个田道里面 那这个部分应该目前已经在进步到细设的部分 那部长来关系 那同时的话先政府也反映到有关于当地停车的一个部分 那为了因应我们2025年的设计展 我们也跟这个台铁跟这个高铁在协调我们一些停车的空间 那这部分也希望就是交通部能够给我们再做相关的一个协助 那至于高铁的运量有时候是先有机还是先有弹 但当你的这个班次不是非常方便的话 人家当然会选择别的地方去 那我想增加班次是一个方法 那后续在这个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呢也会朝向产业的一个这个规划 让更多的产业能够进来到二邻圆区 我想这个对于未来我们高铁的一个进出 那个量能绝对能够增加的 所以在这边还是拜托中央 尽速的让二邻机密运区能够早日通过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